這一次攻擊棕櫚樹這項技術 我個人的推薦指數是B-減 又到了2分鐘系列 大家現在都喜歡看短視頻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從 Ju Helen Pius Way那邊學到的 也比較說學到的啦 就覺得蠻有趣的 它叫做攻擊棕櫚樹 那棕櫚樹指的是說防守者的手 防守者的手掌 那他想要告訴大家的概念是 防守者在一開始就定位防守姿態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是他髖關節會移動的位置 也就是說假設好我現在真的要切 那Alison 假設想要擋住我的話 來 走 沒錯 這個位置就是他原本的 原本手掌的位置 也就是所謂的棕櫚樹 好 再回到防守姿態 所以我們要練習的過程是練什麼呢 保持運球狀態 一開始就往他的這個手掌去 進攻 如果他的髖關節有過來 我們就可以剛好 再做一次慢的 好 走 髖關節有過來剛好就會撞到他的髖關節 就有機會突破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那如果有什麼樣的意見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覺得好用再繼續跟我分享 最近我會準備一些我在網路上學到的 或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知識 但不見得是我教學會用的 那這個系列就是我把我過往 從國內外學習到的課程知識 那付費的課程 我都會作為我一個個人評級的推薦 從SABCD 來做一個推薦分享給各位 這一次攻擊棕櫚樹這項技術 我個人的推薦指數是B減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JTC籃球訓練的Jack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